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一段的经文 和我们刚才所参与的波饼 有一样的地方 请我们打开讲义 今天的夹周报夹业很多 因为到了年底了 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报告 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 是很熟悉的 很多人很熟悉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六节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这一段圣经有许多人听过 甚至许多不是基督徒的人 也知道这一段圣经 在这里圣经提到赚跟赔的概念 到底什么是赚 到底什么是赔呢 为什么人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耶稣说有什么益处呢 赚跟赔是做生意的概念 做生意都是将本求利 那如果你做一笔生意 血本无归 我们叫做赔 通常你做生意 多多少少你都要赚一点的 那如果你投资错误 那你就可能会赔钱 最近如果你有关心新闻 那新闻有很多看得令人很伤心的事 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个大卖场 大概要关闭 所以呢 他没有钱付给那些放货 在他这一边的一些商家 这些商家呢 就赶快急得连夜半夜 也把车子开去 也把车子推去 做什么呢 要把他的货拿走 因为他可能赔 这些商家可能赔 会赔掉他们的货 而这些货正是他们的本 就是他们的本 他本来把这些货品放在这个大卖场 是想赚取其中的利益跟利润 现在不仅利润拿不到 他连货品都不见得拿回来 这个情况就是连本都赔掉 耶稣在这边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耶稣在这边到底是以什么作本呢 那什么是耶稣讲的利呢 如果你要讲赚 你应该有本 你才赚得到啊 耶稣在这里有一点点的说明 在这一个社会啊 到底有没有无本生意呢 其实是没有无本生意的 有人说有啊 怎么会没有无本生意呢 你去偷 怎么会没有无本生意呢 你去偷 你去抢 不就是无本生意吗 看起来去偷去抢是无本的 事实上你仔细地想一想 偷跟抢可以得到一个利润 如果你偷到了 如果你抢到了 可是你有了 有一个可能是你连利润没有拿到 连本都赔进去 请问什么是本呢 偷跟抢是以自己的自由 以自己的生命作本 你偷抢 说不定没有得到利润 就把你的本赔进去 那今天所看的这段圣经 马太福音16章26节 就是耶稣要从赚跟赔的概念 来讲到我们的人生 来讲到我们的生命 那请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 长的圣经 16章21到26节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 21到26 由我读单数 因为你们读双数 我们21到26节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 祭司长 魂士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 第三日复活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 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你是伴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因为凡要求自己生命的 必上吊生命 凡为我上吊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今天我们从这一段的圣经 看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 我们看讲义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生命的拥有 是领受而来的 如果有笔 麻烦你写下来 生命的拥有 是领受而来的 人不能赚得生命 人不能赚得生命 刚才我们说 耶稣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这个26节这个地方 原来圣经26节的前面 人若赚得全世界 有一个音味 因为人若赚得全世界 所以这里有一个音味 25节也有一个音味 因为凡要求自己生命的 翻译圣经的人 认为25节既然有一个音味 26节又有一个音味 他就想说都是音味 就把后面那个音味省掉了 其实不可以这样省 因为26节是解释25节 25节是解释24节的 所以如果你把音味拿掉之后 你会把25跟26节 放在一起思想 其实不是 26节是单独的观念 然后又拿来解释25节的 25节是拿来解释24节的 如果我们没有弄清楚 你25、26放在一起 就解释不出来 在这一边 26节的音味是不能省略的 在这边耶稣说 因为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所以我们要从最简单的讲起 就是26节 然后用来解释25节 用来解释24节 因为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 我们要先解释这个经文 然后再连到25节上去 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 生命不是赚来的 生命不是赚来的 生命不是我们努力得来的 无论是我们所看得见的 作为一个肉身的生命 或者我们所体会到的 一个属灵的生命 灵魂的生命 都不是赚来的 我们的生命 我们清楚明白知道 生命的形式 不是人可以努力赚来的 没有一个小孩子得生命 没有一个婴孩得生命 是他努力的 没有 他生下来之后 可能必须求生存 事实上 小孩子生下来 也没什么求生存的本事 他大概不太会求生存 虽然在婴孩的时候 他可以好像努力的 哭两下 让人注意到他肚子饿了 可是他本身没有什么求生存的本事 随着年龄渐渐长大 恶劣的环境当中 或许我们需要努力以保存自己的生命 可是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 今天都在这边 准确的说 全世界没有哪一个人的生命是自己赚来的 是自己努力得来的 我们都知道 所有人的生命来自于父母 如果不是父母赐给我们 如果不是父母生给我们 我们没有生命的 没有一个人有生命的 没有一个人有办法 有能力去赚得生命 也不是哪一个人付了代价给他的父母 所以他的父母就生了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观察不仅人类是这样 整个的世界 整个的生命的形式都是如此 这就是生命的奇妙 生命的奇妙 动物也好 植物也好 菌物 菌类也好 凡是以生命形式出现的 不管他是哪一种生命 他一定不是自己得来的 没有自己得来的 我们知道 如果你看Discovery 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好玩的事情 有一次我看到 就发现海龟生蛋是靠近海的沙滩上面 然后他一直生很多很多蛋 然后海龟 小海龟很可爱 一敷出来之后 全部都爬到那个海里面去 可是在爬的过程当中啊 很多旁边的掠物 就是那个掠夺的那些生物呢 早就在那里面等了 好吃当前的美食在那个地方 所以小龟就拼命爬到海里面去 大部分在沙滩上面就没有了 很少能够爬到海里面去的 小乌龟出生之后就要为他十公尺 几十公尺的沙滩的逃亡生涯 附上努力 他一出生就面对生死交关 一百只里面只有几只有生命得着 因为他们爬到海里面去了 看起来他们保存了自己的生命 对 他孵出来之后 还要开始为他的生命努力 可是没有一个海龟是自己努力得着生命的 他还是领受来了 他是领受来了 然后想办法保存 一个人可以去赚 可以去努力得着生活的所需 事实上我们也应该如此 我们发觉有些人就很努力去赚钱 一个人虽然可以赚很多 也可以努力享受很多很多 他所得着的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 他们的生命是自己赚来的 没有一个人 因为生命的形式都是得来的 是别人给我们的 耶稣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 耶稣在这边所指的 当然是指了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 耶稣起细讲述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 在26节的时候 可是耶稣所讲的赚跟赔的这个概念 却不只是在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 彰显出来而已 因为在往后的保罗在解释 耶稣的概念的时候 他就说了 菲利比书第三章也是在我们经文里面 保罗用同样的概念写了另外一段话 那这一段话跟耶稣这段话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他用不同的形式写出来 请我们来看菲利比书第三章七节跟八节 七节八节我们很熟的经文 我们来念七节跟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菲利比书三章七节八节 预备请指示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都有损的 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治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愤土 得着基督 在这段圣经当中保罗说 有一些事他以前以为对他有益 现在把这些对他有益的 他以为的都当作有损的 他说到底什么是有损的呢 就是万事都当作有损的 他把这些有损的 把他这些放弃 看作愤土 为要得着基督 在这里七节八节 各有一个词 和耶稣讲到的赚跟赔的词 一模一样 只是翻译声就是翻译声不一样 因为上下文的关系 所以上下文很重要 你一句话讲下来 那一个词意思 跟另外一个上下文讲起来 词是意思是一样 可是用不同的概念来表达 才会清楚 在这一边第七节跟第八节 各有一个词 就是耶稣所说的赚 人若赚得全世界 跟赔上自己的生命的赔 第七节 非得比出我们汉圣经 这里说只是 我先前以为 与我有益的 这个有益的就是赚 就是赚 同一个字 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他有损的就是赔 就是赔 第八节 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 这个就是赔 为要得着基督 这个得着就是赚 那如果是你自己的圣经 你可以称一圈 写一写 同一个字 换出话说 保罗认为耶稣所讲的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不但指的今生 保罗解释说 如果你拥有了全世界 可是你没有了生命 你已经死了 那么全世界所赚来的 只不过作为你的遗产 你没办法享受 没办法得着 人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今天来的弟兄姐妹 所以没有一个人 能用任何物质上的世界的东西 换取自己的生命 保罗在菲利比书三章七节八节 就解释这个原则说 说有一些我们以为是赚的 事实上对我们而言是有损害的 不损害的 保罗的观念什么是有益的呢 什么是有损害的呢 他就把那件事情拿来跟基督比 如果这件事情跟基督比 他拿来比一比 就觉得说这件事情 竟然我看的比基督还重要 这叫做赔 这叫做赔 那比来比去呢 就没有一件事情比基督更重要 所以如果把万事当成天平的一边 把基督耶稣放在天平的另外一边 保罗说赚跟赔就很清楚 因为我为了要得耶稣基督 可以看万事如同粪土 在这边 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何宝贵的 相对于认识耶稣基督 保罗说万事都是有损的 其实保罗跟耶稣的意思一模一样 初步看起来 耶稣讲的是这个肉身的生命 但保罗引用耶稣的话的时候 他就用属灵的生命来讲 耶稣的道理 人如果赚得全世界 人如果可以拥有全世界 但是没有属灵的生命 保罗说有什么益处呢 人能拿全世界的物质 去换属神的生命吗 人能拿全世界去换属神的生命吗 所以保罗才说 如果把全世界和耶稣 所要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相比 他宁愿得着耶稣所赐属灵的生命 保罗和耶稣的意思都告诉我们 人不能赚得生命 人不能赚得生命 你可以努力赚得世界 你可以赚非常多的金钱 名誉地位权利 但是你不能赚得生命 今天有许多许多有钱人 台湾最近流行大陆的那个古代剧 有的 从什么乾隆 康熙 我听听说了 雍正 很多人在看这个 很多人在看这个 然后什么顺制是不是 我们教会也有个顺制 很多皇帝的 演这个皇帝宫廷剧 你去看你就知道 在中国古代也好 在埃及古代也好 皇帝和法老王 他们是拥有许多的财富的 那时全中国就是皇帝的家产 全中国 皇帝拥有全中国的物质财产 甚至别人的身家性命 都是皇帝的财产 所以君要臣死 臣不敢不死 对不对 因为你的命是我的 我要你死 你就死 但是 你看任何一个宫廷的片子 看任何一个描写清朝皇帝的片子 最后那个皇帝都要怎么样 都要死掉 他拿什么换他的生命呢 换不回来的 他拿多少人陪葬 他的命还是死了 没有一个人 可以用任何的方法 赚得自己的生命 所以保罗跟耶稣在这边讲的同一件事情 那就是生命的拥有是领受而来的 人不能赚得生命 肉身的生命人不能赚得 肉身生命的拥有是领受而来的 从父母领受来的 属灵的生命也不是我们有什么功劳 来到上帝面前 是他换得的 我们换不来的 你就是赚得全世界 然后说上帝啊 我给你换属灵的生命 也换不来 因为属灵的生命 的拥有是领受而来的 是领受基督的生命而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在座有哪一位 你还没有得到基督的生命在今天 你还没有享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 你不可能等到有一天 你生命变好了 你坏的行为改掉了 你已经赎完了你一生的罪 你已经做了所有的善事 然后来到上帝的面前说 我现在准备换我的生命回来 这个不是生命得着的形式 生命得着的形式只有一个 叫做什么 领受 领受 我们只能领受属灵生命的形式 和我们属肉身生命的形式 有一个相同的 那就是生命的拥有是领受而得的 保罗怎么样得到这个属灵的生命呢 菲利比书第三章第八节 他说我们来读 预备 请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 因我以认识主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到基督 所以在这边 保罗说 认识主耶稣基督就是得到生命 领受生命是认识主耶稣基督 你愿不愿意得到这个生命呢 你只要认识他 你只要接受他 你只要相信他 在这里的认识不是知道 在这里的认识是得到 这里的认识是领受 如果你想拥有属灵的生命 你必须领受耶稣基督所赐的生命 第一 第二 第二 我们来看第二件事情 这一段的圣经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九节 我们懂了以后 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二十五 我们就容易明白了 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二十五 我们一起读 预备 请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上吊生命 凡为我上吊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刚才我们说二十六节是哪来解释 二十五节的 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 基于这个原则 所以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上吊生命 凡为我上吊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边 耶稣用二十六节的 比较简单的概念 来解释二十五节 比较复杂的概念 人如果赚得了全世界 自己肉身的生命却没有的时候 我们不能用赚得的全世界 去换取自己的生命 没有办法 耶稣说没有办法 这个观念 耶稣说要用在更深的观念上面 那就是请注意听 即使你拥有了最丰富肉身的生命 你也拥有了最多今生生命的实现 你也没有办法用今生的生命 去换得永恒的生命 再讲一遍 耶稣讲说 即使你拥有了最丰富的肉身的生命 今天很多人讲实现自我 对不对 这边告诉我们 你就是把你的自我全然实现在地上 你拥有了最多今生生命的实现 你也没有办法把你这个完全实现的生命 拿到上帝的面前去换得永恒的生命 耶稣说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耶稣的意思是说 凡以自己认为的好 凡执着于自己的生命 抓住自己今生的生命 追求自我实现 留住自己好的品格 好的意念 好的做法 追求今生实现的人 会丧掉他永恒的生命 因为永恒的生命 并不是用今生丰富的生命 跟美好去换来的 但是 如果人不在乎自己今生得什么 他只在乎追求神 他不把重心放在自己的身上 他不放在自己以为今生所拥有的这个肉身 得到多大的实现 他只是为了要追求神 他为了要认识神 那么这一个人 他即使丧失了今生活在这个世上 所拥有的生命 那么他仍然可以得着耶稣 所要给他的永恒的生命 换句话说 耶稣的意思是说 今生的生命 不是用 永生的生命 不是用今生的生命换来的 今生的生命 不是用来换取永生生命的条件 今生生命的富足 不能换取永恒的生命 所以二十五节耶稣说 凡是要追求自己生命的丰富 以为这样就可以保存自己的生命 你要看经文 凡是要追求自己今生生命的丰富 以为这样可以保存自己的生命 他不仅不能得着永恒的生命 连今生暂时的生命 有一天也会全然失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不是这样 因为今生的生命一定会失去的 然后你赚得了这今生的生命 却不能换取永恒的生命 所以你以为你要救自己生命 结果你就失掉生命 耶稣说 但是凡是为了得着神永恒的生命 而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 放下自己以为的宝贝 而愿意去拥有 去得着永恒生命的 他就会得着永恒的生命 所以耶稣用二十六节 解释二十五节 对我们来说 我们就明白 今生的生命 不能用全世界换得 而永恒的生命 不能用今生丰富的生命来换得 所以第一点我们说 刚才说 生命的拥有是领受而来的 不是我们赚得的 但在这边我们讲第二点 第二点 我们把重点放在灵命的成长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灵命的成长是舍己而来 舍己引起下来 这是比较难的 生命的成长是舍己而来 人人需要跟从耶稣 灵命的成长是舍己而来 人人需要跟从耶稣 我们看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 如果你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架来跟从我 这是对一些已经认定 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人说的 因为前面这些人认定他了 认定他了 耶稣对门徒说 说你已经拥有了生命了 你已经拥有永恒的生命了 但是那灵命的成长怎么做成的呢 耶稣说你要舍己 也就是说灵命成长是舍己而来的 当一个人拥有肉身的生命之后 他就用他肉身的生命去努力 去赚得全世界 当一个人拥有属灵的生命的时候 同样的他也应该去追求他属灵生命的丰富 我们怎么追求今生的丰富呢 很简单 我们很努力 很努力 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都是很努力在今生的人嘛 对不对 你知道吗 你今生努力赚钱 你就会有钱 你今生努力读书 你就会有很多的学问 你今生努力工作 你就会得到很多的报偿 你今生努力追求品格 你这品格就一直在改进当中 当你拥有生命的时候 你要努力去赚取你今生所需用的 灵命的成长也是如此 灵命不仅是一个生命 而且他需要党 当你有属灵的生命 你领受了属灵的生命之后 你要非常努力去让灵命成长 那问题是 怎么样让你的灵命成长呢 怎么让你的灵命成长呢 那今生我们明白的 今生我们明白的 你一定要选择 是为了钱还为了名 你一定要选择要权还是要品格 你一定要选择 你一定要选择 因为你的时间有限 所以你只能放在一件事情上面 你就很努力 你再努力 可是这个我们懂 可是永恒的生命 灵命怎么成长呢 耶稣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二十四节 我们读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我们看灵命怎么成长 二十四节我们来读一杯 请 于是 若有人要 这里说灵命的成长是需要什么 舍己 灵命的成长是要舍己 舍己就是放下自己 舍己就是否定自己 这个跟我们今生的生命截然不同 今生的生命是肯定自己 属灵的生命是否定自己 所以我不明白 所以这很困难 今生的生命是努力就得着了 永恒的生命是放下就得着了 我不明白 今生丰富的生命是去追求 追求得到更多 属灵生命的成长 我们也认为是追求 那追求什么呢 追求放下自己 追求放下自己 我们是不知道怎么样放下自己的人 我今天早上还在想 有一个东西我要不要放下来 有个东西我要放下来 放下 去向某一个人解释 他误会我 我要不要放下来 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否定自己 因为从小别人就告诉我们 要得要追要拿 所以我们很难理会 我们不太了解灵命到底怎么长出来的 所以很多人导过来讲 就是灵命的成长是要读圣经 是要祷告 是要服侍 是要聚会 是要爱人 你看见没有 他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不懂什么叫否定自己 所以我们只好去肯定别的东西 其实读圣经 单单读圣经 不会叫我们灵命成长的 单单祷告 不会叫我们灵命成长的 单单服侍 不会叫我们灵命成长的 不是的 那个还是我们去得东西 对不对 不得着圣经了 我得着祷告 人家说我有祷告 我自己安慰 我每天祷告那么多 一天会两百个人祷告 可是这边告诉我们 灵命的成长要读经 是因为读经是以神的观念 取代我们的观念 这叫做否定自己 祷告是让神的意念成为我们的意念 这个也是否定自己 聚会是大家在一起追求认识神 我告诉各位 你越认识神 你就越否定自己 越放下自己 越以神的意念 取代你的意念 服侍 所以如果你越服侍 越荣耀 越服侍 越肯定 越服侍 走起路来 就越抬头挺胸 你的服侍 只有造就你自己 你在追求今生的荣耀 你并没有让你的灵命成长 你并没有让你的灵命成长 真正的灵命的成长 是放下自己 你越服侍 你头就越低 不是谦虚 是否定 是否定 你知道我们没有 你知道我们不是 你越服侍 服侍就是把自己 所有的拿去给别人 服侍 爱人 就是以别人为中心 去做对别人有益的事情 这些事情 统统在否定自己 统统在否定自己 统统是舍己 所以灵命成长 我们要非常努力追求 舍己 舍己 好像今生我们要努力追求 拥有很多今生的财富 知识和能力一样 很难啊 对不对 弟兄姐妹 我考虑了很久 我想我们今年结束的时候 今天 这是我今年最后一次讲到 我就想说把这个难得到 跟你们讲一讲 很难啊 理论上懂了 你还做不到了 如果理论上懂了 就做得到 那就感谢再美主 对不对 有多少时候 我们放不下自己 所以24节 耶稣对这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舍己 来跟从我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我们自己当舍的部分 都应当否定的部分 我们应当以心甘情愿 来背我们的舍己 所以当耶稣 想到舍己的时候 他就讲到背十字架 背负我们自己舍己的部分 做十字架 来跟随主 舍己是我们不会做的事情 谁会舍己啊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 谁要舍己啊 真的 我常常说 祷告到祷告都会骄傲 讲道都讲道到会骄傲 服事人都服事人到会骄傲 读经都读到会骄傲 很多人说你怎么这样讲呢 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 祷告多都会看不起别人 我没教你不要祷告 你猜我们这场上在外面跑 做讲员的人会不会越来越骄傲 你猜猜看嘛 你知道我们第一次看到人 的时候我们头低低的 人家说你能讲到吗 讲到之后 哇你真的能讲到 你下次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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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经济舱坐起坐到头等舱 你听得懂吗 你以为下飞机的时候 我们的感觉一样吗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西装扣紧一点 走路挺胸一点 有人帮你拿行李了 你开始抖起来了 什么叫做服事人 什么叫做读圣经 什么叫做祷告 耶稣说灵命的成长 是舍己而来的 人人需要跟随耶稣 他的意思是 我们不会做 那怎么做呢 我们不会做 所以跟从耶稣是什么意思的 第三点 我们把他讲完 第三点 跟从耶稣就是效法他 你拿出笔出来 思念他的事 思念他的事 跟从耶稣就是效法他 思念他的事 思念他的事 21到23节 你写下来 我们读21到23节 那我们今天把它讲完 21到26 讲完了 我盼望我们今年 剩下的几个礼拜 好好的思想 我们明年 我们重新出发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天比一天 更浓的舍己 21到23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这段非常棒的圣经 21到23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 祭司长 文士 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 第三日复活 彼得就拉着他 劝他说 主啊 万不可如此 耶稣转过来 对彼得说 你是伴我脚的 直体接 人的意思 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 可是我们很少搞清楚过 这一段圣经是一个事件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说我要去受苦了 我要受死了 彼得一听到 耶稣要受苦受死 我们先不管彼得的动机是什么 他是从人的角度 马上出发 说不可以这样子啊 我们也不用解释说 彼得是为了自己 也不一定是这样子 彼得说不定是为了耶稣 但是他说千万不要这样子 不要让这事临到你 可是耶稣说 你是伴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你体贴人的意思 就是因着这个事件 24节 于事 知道什么叫于事吗 于事就是然后嘛 对不对 耶稣这件事情 耶稣就跟他说了 所以这一个事件 跟耶稣所讲的话 有密切的关系 也就是耶稣为什么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呢 他就是来解释 这个事情 耶稣跟彼得说 什么叫舍己呢 舍己就照我的 这样的表现 这边 说耶稣我的表现 就是舍己 所以你们来跟从我 我先做一个榜样 给你们看 然后你们来跟从我 这叫做舍己 所以耶稣的那个动作 叫做舍己 舍己是体贴神的意思 不体贴人的意思 刚才我们说 舍己就是否定自己 可是好 我告诉各位 否定自己 是很困难的动作 因为人只会做 肯定的动作 不会做否定的动作 所以你没办法否定自己 举一个例子 考试的时候 选择题 选择题有四个 他都告诉你说 有一个是对的 你就选 那你怎么知道 那三个是错的呢 因为有一个是对的 你要有一个对的 来衬托那三个是错的 如果四个都错的 你就没办法选择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人没办法否定自己的 你应该有个标准 说这样是对的 然后我才能否定自己 什么是对呢 体贴神的意思 就等于否定自己的意思 你没有体贴神的意思 你怎么否定自己的意思 因为人不能空掉 人不能空 人一定要有 你一定要有 你又叫我放空 我怎么放空呢 所以你要用神的意思 来取代我的意思 那时候你否定你的意思了 我们的困难在于 可能搞不清楚神的意思 这个还不是最大的困难 困难的是 有了神的意思 我们不去体贴他 所以没办法否定自己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神的意思就是对 人的意思 只要跟神的意思不同 你否定他 你就是拿对的那个东西 耶稣说什么是否定自己的 否定自己 一定要有肯定的标准 那肯定的标准 就是体贴神的意思 就是神的意思 所以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实价来跟从我 因为只有耶稣 只有神的意思是对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 耶稣怎么说 你们来跟从我呢 他到底做了什么动作 让我们跟从呢 很简单 刚才我们剥饼之前 我们的主席带领我们 请问 耶稣很喜欢上十字架 对不对 我问你 耶稣怎么会喜欢上十字架 他就甘心乐意受 文士长老 祭司长许多的苦 是不是 耶稣有被虐待狂啊 没事叫别人虐待他 是不是 苦肉计让他来跟随他 是不是 不是 他就是喜欢被人家骂 被人家误会 被人家吐口水 耶稣是不是这种人 他个性有毛病吗 他需要看心理医生吗 耶稣为什么这样呢 不是的 耶稣最后进客戏马里面 你就知道了嘛 他有三次祷告神 求主 不要让他遇见那件事情 他说 如果你许可 求能到这杯离开我 你就知道 照了耶稣自己的意思 他就不要上十字架了 当然耶稣不上十字架有理由 他是神的儿子 他为什么上十字架 这才奇怪的 对不对 他为什么以他无罪代替我们有罪 我告诉你 他身为神 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责罚 那不可能的事情的 所以耶稣这些意思不可能的 他不会要这个东西的 可是他祷告说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不要照我的意思 乃是照你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 我体贴你的意思 放下我的意思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回到当时 当耶稣说 我们要去做文士长老 基督长许多的苦要被害 被杀的时候 彼得就说 万不可如此 这郑重耶稣的下怀 你听得懂吗 所以耶稣说 撒旦退我后边去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你只体贴人的意思 你来到我这里 我已经正在体贴我自己了 你还来帮忙 你叫做撒旦 然后他就叫他说 你退我后边去 他说你 只体贴人的意思 不体贴神的意思 于是 耶稣对门徒说 如果你们要跟从我 就像我这样 我舍己 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 所以主耶稣 自己背十字架 你看到没有 他自己背十字架 你不要以为 那是偶然的事情 因为耶稣叫我们 自己背十字架的时候 他自己是背十字架的 他的十字架不是木头的十字架 他的十字架是 他要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 这是他的十字架 他以无罪代替有罪 我问你 谁肯用无罪代替有罪 不可能的 最大的悲剧 就是以无罪代替有罪嘛 是不是 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 这最不公义的事情啊 上帝怎么可以做 这不公义的事情呢 所以对耶稣我言 非常的辛苦 耶稣说 我不体贴我的意思 我不顾念我自己的事情 所以耶稣转过来的门徒说 如果你们要跟从我 就是这样 我做个榜样给你们看 我舍己 什么叫做舍己 体贴神的意思 不体贴自己的意思 等耶稣出了克西玛尼园 被抓 被审 被判决 钉十字架 自己背十字架的时候 门徒就明白 是什么意思了 我们做个结束吧 今天我们讲的是赚跟赔 到底今生我们要赚什么 到底今天我们所赚的所有的一切 我们要换什么 我们能不能用我们今天所赚的所有的一切 包括最伟大的宣教士 说我做了这么多的工作 我来换得生命呢 没有 永恒的生命 并不用今生所有东西换来的 永恒的生命是领受来的 如同今生的生命 是父母生我们一样 只能领受 不能赚的 第二 那灵命的成长 这个内在生命的成长 怎么成长呢 是舍己而来的 舍己我们做不到 所以我们就效法基督 效法耶稣 怎么样效法 怎么样跟从 就是效法他 思念神的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人不可能自己否定自己 因为无从否定起 我们一定要拿一个来取代 就是思念神的事 取代否定我们自己 这是在这一段 耶稣所说的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这一群基督徒 可以思念神的事 让我们的生命 被他的生命所取代 慢慢的成长 如果我们当中 还有目到的朋友的 生命的领受 生命的获得 是领受来的 盼望你今天 就可以领受生命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